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時候湧進大批寒粉 對旅宿業者的幫助恐怕很有限 花蓮相信也有不少人 覺得來亂的 像我有朋友想要來花蓮找我 可能就是因為說 就是因為交通的問題 不好好來就感謝這樣 對,然後我就覺得說 選擇這個時間來 其實對花蓮來講 應該是不是很恰當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太擁擠了 連續假期火車票好難買 有韓粉規劃從南部出發 走南回到花蓮過一夜 說要沿途玩 挑選休閒的漁場 還有觀光工廠停留 遊覽車到時候 湧進花蓮市區交通恐怕大亂 韓國瑜花蓮造勢 選在端午節連續假期 時機實在添亂 3電新聞 呂葉許昆美 花蓮總統 開放 是一個正在